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席王金平宣布开始逐条审查NCC法案 冲突一触即发 民间党反对逐条审查 同一党立委张硕文党在主行台前 与李明县爆发口角之后 双方都开始动手 不断终到底谁打谁看不清楚 不过几分钟之后 张硕文言小标写 李明县的嘴巴也明显淡红 由于当时场内许多立委举牌 关键的护卧动作无法清楚看见 换个角度再开一次 呢 宁静 屹oras 详屑 夫最容易 互ρι 数两三 Gast刚一震怒 一震怒 planted 困擾的场面混棒齐飞 蓝绿都有立委卦彩 事后民进党立委陈宁 提供他在场内自行拍摄的DV带 他说是张寿文先动手打人 三个钟头的张执场面 只花短短三分钟就打得头破血流 审查法案立法院成绩平平 不过提高打架 可是从来没有少过 东三新闻 欢迎看陈正龙 梁伟轩 台北报道 好 当然今天立法院这个火热状况 按照惯例已经登上了国际媒体 成为了国际大笑话 这一场上打人就是不对 究竟谁先动手的互相各说各话 不过接下来的画面 东三新闻特别做了处理 我们也要带你还原现场 接下来只要你仔细看 你就会知道 今天究竟是谁 该为国会殿堂的燃血事件而负责任 张树文 李明显双双挂彩 血染异常 真的是民进党打人吗 咱们来看得清楚 上午11点36分发生第一波冲突 就看李明显和张树文两人 用手夹着对方的脖子互相牵制 突然李明显大力地推了张树文一把 果然民进党先动手 但张树文也不甘示弱 雷三拳就配在李明显的头上 这时蓝绿双方没有明显外伤 两阵营扭打过了一分半钟 关键时刻到了 民进党盯紧张树文 就看王世坚使出阴爪弓 先抓住背心 用一只手扯住张树文的头发 使劲一拉 张树文一个人身陷绿军从零 郭榮宗这时把抗议牌的水管扯下 拼命挤进人群 这时范晨拿着手机的李明显跑过去 往迭坐在地的张树文身上 推了下去 郭榮宗水管没拿稳 被王世坚接了过去 往下再补上远迹 国民党的神级突破重围组导 这时张树文赶紧劝气 从这艺势桌先落跑再说 怀疑现场 国民党立委张树文的脸上缝了上百针 不过针对究竟缝了几针 没想到双方都还要比较 再呛下一次 紧接着两位蓝绿的主席 纷纷赶到医院去探视 结果也加入了这场 喉水大战 练步抬拳的张树文竟然成为院会第一位挂财立委 一点血迹控诉暴力 手机 还有棍子 还有棍子 当这个攻击的武器 李明线 李明线 这支手机是谁人家知道了吗 这是李明线的手机 我没有办法讲出他们的名字 没想到场内吵 场外看到仇人 分外眼红 李明线 你先出手的打 李明线我暴力 李明线是你 你不要我暴力 我今天真暴力 李明线暴力 你真正暴力 你真正暴力 就在张树文被送到台大没多久 李明线跟着报道 他就出手先打我 镇灾之后 有关心理复健和心理辅导的问题 也值得我们持续的关心 国军灾后重建指挥部 最近就持续派员 对救灾的官兵进行心理辅导 经过军方清查发现 总共有48名的陆军士官兵 在处理完灾民遗体之后 产生了心绪失衡的状况 比例是约占所有救灾士官兵的1.8% 福德老师也表示 这些留有创伤压力症候群的士官兵 必须经过长期的观察 抢救活人 减食残骸 搬运遗体 这些对于在921地震中 协助救灾的国军官兵来说 每段经历都具有强烈震撼 像我们 我家里人过世的话 他是因为生病 然后身上不会有任何的伤口 像我们去搬运尸体的话 有的就是身体或者是骨骼都已经压着烂烂的或者是已经扁掉或者是断掉 然后有很多血或者是已经四半都已经出来了 不过看了这么多 无受福并没有留下后遗症 根据军方全面清查发现 陆军因为亲人罹难 房屋损毁 导致心理受创而需要辅导的有64人 而曾经接触处理灾民遗体 产生心绪失衡后遗症的 则有48名必须接受辅导 占1.8% 平常如果他的人格特质有这样比较焦虑紧张 过度的这个这个感伤的这样倾向的弟兄呢 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现场 会引起他某些的震撼 那另外有一些弟兄是因为他过去有些创伤性的经验 经过这次会被勾出来 辅导老师表示 这些具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士官兵 都需要后续的持续关心和家属支持 而目前军方也运用了所有的心服体系 包括各级单位辅导长 心服官全面动员 并且从10月7号之后 陆续安排心理系教授 进行小团体座谈或个别资商 共同协助士官兵走出创伤后压力 无线卫星新闻 徐家乐梁慧文台中报导 除了士官兵的心血失衡问题 让我们的关心 同时呢在水中的生物也传出出现异常活动 还有海洋力质有变化的状况 而TVBS记者也特别前往了滨海公路 鼻头海